好,我们继续 上午我们讲了这个使用这个Cobler进行这个进行这个自动化安装 然后下面我们讲怎么进行这个重装 我们需要使用一个叫做Coin的一个工具 好,这里没有 好,这没有,我直接在这 YAM,直接YAM,Install,Coin,Coin,这个 我们使用这个工具来让它进行干什么呢 自动化进行重装 好,首先我们装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Coin来了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可以重装的系统 可以使用Coin-seller 等于这里写上你这个Cobler的地址 192.168.56.11 然后-list等于profils 好 这样的话就可以列出来什么呢 列出来你这个Cobler系统里面能 能重装的什么呢 能重装的系统 然后你可以选一个 选一个,比如说咱们 我这一次把它重装成6 我这个是7对吧 然后这一次把它重装成6 好,那么怎么重装呢 现实有Coin那个命令 Coin,然后--replace-seller-server 等于192.168.56.11-profile等于 好 我这次办了重装成6 回车 我发决定 对吧 指定要重装的系统 所以看到了吗 用这个COPLA就是这么简单 然后呢 直接 你看他提示你了 对吧 你看提示了 对吧 好 不好意思啊 我不应该在这执行啊 我应该在我新装的那个训练机上 别把自己的重装了 对对对 新装的训练机上啊 那就不怨我了 我讲过了 我操作你在操作 你咔就reboot了 对吧 我这个密码是啥来的 我刚刚说到时候说错了是吧 好嘞 好嘞好嘞 我知道了 好 我来 我来 在这装啊 YAM 这不愿我啊 因为我还没讲reboot呢 你们都敲了 不要把这个责任推到我身上 我说了和我高度一致 看这个有没有这个圆啊 刚把我气坏了 都气乱了 这一定是你要想重装的系统上啊 不要执行错了 这种在我们是在使用的时候 一定要确认一下啊 我装那个 那个EP1元 我先连上来吧 连上来操作快一点 56.101 SFH192.168.56.101 好 来那个先装一下EP1元 这个 然后YAM Install -Y Coin 好 然后呢 再 来 执行重装 然后直接reboot 就可以把它重装成6的 稍等一下 啊 reboot 重启 然后还有的就是说 咱们那个 大家要发挥自己同桌的力量啊 你不会 你就找一个 学的比较好的 你坐在憋上 你知道吗 千万不要 你问一下 哥们你会吗 我也不会 那刚好三大桌一块吧 得了 你俩都不会 你要问 你咱们有那个学的好的 你要 你知道谁学的好 你要坐到边上 而不能找一个 哎 得了 咱俩刚好都不会 咱俩挺大的 咱俩做一块 那就没法 我下去了 好 我来看一下这台机器啊 看到没有 你不用选的 它会自己进行重装 你不用选 你不用选 它是 其实是在你的那个 加油 UB里面去新建了一条 启动项 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call in 安装的时候 在你的加油 里新建了个启动项 然后使用那个启动 然后就自动上进行安装了 你就不用选 但是有一点你要 我要强调一下 就像刚才 那个我执行错了 你不要执行错 机器就行了啊 在你敲reboot那一刻 你一定要确认 这台机器需要重装 一定要确认 要不然 当你直行reboot那一刻 它就真的给你重装了 你现在这时候 估计你干什么都晚了 干什么都晚了 也有方法 把COP的关了 或者说 赶紧让机房断裂 把那个机器先关了 不要让它重弃 对吧 可能它一启动 对吧 就可能会比较快 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大家刚才一直在笑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简单的说 好 写这里啊 如何解决 靠安装 错误机器 只有在装机的微赖 那么他在这个装机的微赖里边 连local 连选都不让你选 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直接 我这个该装什么 我们等一下会想 我们等一下会讲 让他直接装什么 然后直接就让他装 不让选 明白我的意思吗 装机完毕之后呢 把这台服务器 从装机的微赖 移到它相应的微赖 比如说是测试环境 生产环境 或者其他的环境 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样就可以保证说 我COPLA所在的环境 不能装错 还有一个问题 是解决了 一个局域网 不能有多个DTCP 因为COPLA已经占了一个DTCP了 对吧 如果你的环境 还有DTCP 肯定是不行 对吧 你又不能说 把环境那个DTCP 拿和COPLA的一括用 这又很乱 所以说在生产的 一个最佳实践 就是说 我专门画一个微赖 叫做装机的微赖 装机完毕之后 再把它 再对它进行调整 当然这个细节 其实还有很多 大家可以自己 下去想一想 我只说了一句话 当然里边还有 很多的一些细节 包括路由啊 什么什么的一堆 就是如果你不懂网络的话 你就需要 网络工作室来配合你 好 我这还在装 你可以看到 CNAS6的安装 和其实不一样的 对吧 我们可以明显的去 看到它是不一样的 好 我们先让它装着 我们来讲 这个COPLA WEB 那么COPLA的话 还提供了一个 Web界面 让我们可以在 Web界面上来进行操作 包括修改内核参数等等 你可以不用调命令 就可以 好 那么我们 在第一次 第一小节的时候 我们已经装上了 对吧 我们已经装上了 这个COPLA WEB了 好 装上之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访问 ATPS 192.168.56.11 下滑线 COPLA 下滑线 Web 注意是ATPS的 确认一下 好 ATPS的 好 用 用名密码都是默认的COPLA 用户名和密码都是默认的COPLA 好 先不要再 先不要点 那么你想看 你想改这个用名密码怎么办呢 答案是在这里 我们CD到ETC COPLA 我们录下 这里边有一个什么配置呢 有一个 Auth的COP 看到了没有 还有一个User的COP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Auth的COP 看它一下 不用看这个User的COP 这个是我们用户用的 User的COP 看这个配置了没有 Admin S Admin COPLA 这是定义用户 这是定义用户的 然后密码呢 在这个里边 User 密码在这个里边 这个密码 你要改的话 这么改 ETC COPLA 指定这个文件 然后呢 用户的描述 然后 用户名 当你回车的时候 就会提示你改密码了 比如说我改成 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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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改 这是改密码啊 COPLA 外部 修改密码 好 我来试一下 我现在这 123 123了 我退出一下 123 123 对吧 改完了 可以了吗 好了没 好 这要改密码啊 这要改密码 好 我们继续 我们之前还没讲 我们先看一下 profile 这个就是我们 编辑的profile 对吧 你可以点了个编辑 你可以看到吗 你想改内科参数 直接可以在 这个web界面上改 你想改它的 可以个四大文件 我们不是使用命令 对吧 你看 你可以选 调线重新连一下 然后你的 Kick Star文件 也可以在这个web界面上 来进行编辑 Kick Star文件 都是可以的 继续啊 好 注意啊 你包括你 你想执行的什么 导入 导入DVD 对吧 web界面都可以操作的 也就是说 我们在命令行的 做的 很多的操作 基本上这个web界面 都是可以的 好 这是我们 使用这个 使用这个 Copla 对它进行一个安装 我们下面会再 深入去学习 这个Copla 一些 其他的一些 一些配置 好 那么我们先 就 这小节 我们先讲一个 小技巧 就比如说 我们想改一下 那个Copla 那个提示界面 你比如说 你看我新建一个讯息 就是修改 那个 就是 那个 就是启动 那个选单 对吧 你可以自己那些修改 怎么修改呢 在这个 这个配置文件 在这个 etc Copla 然后 pxe 在这个目楼下 我直接挑 那个绝对路径吧 这样 你就可以看到 pxe 有一个pxe default template 这个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的话 你可以一起修改 你那个 提示的 那个 选单 这里看到没有 在title看到没有 这就是title 后面这些 你都可以改 比如说 你可以改一个 bad old boy 你可以改 然后你还默认是local 对吧 你可以不让默认 你就懂一个 说你们生产就一个 也都可以 或者你把想 把local 给个名称 也都可以 好 我保存 你先看一看 旁边的人 好 这样的话 你再去 重新做的时候 提示就变了 再创建一个test test 特斯泰 好 好 起动 为什么没变 为什么 对 靠不勒 性可 注意啊 一定得改 靠不勒性可 做任何的 做任何的 关于它的配置 一定要 那个 进行 同步 因为每次同步 它会考一个全新的过去 根据你的配置文件 根据你的配置 考一个全新的过去 好 现在就变 变了 对吧 现在就变了 好 这只是一个小东西 好 这只是一个小东西啊 感谢 感谢 感谢